伯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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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伯 我抓到你了 全把自己装在箱子里 箱子 陆总 送去城南废品站了 今天的废品都已经丢进焚火炉了 焚火炉 焚火炉 焚火炉在哪里 在那边 焚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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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需要沉稳 你可不能这么急躁啊 这个就当我没看见 你赶紧拿回去啊 赶紧拿回去 社长 你就别货来这套了 你再考虑考虑 那毕竟你在咱们文学网 都这么多年了 咱们的合作多么的愉快啊 有什么用 人家苏简安是大老板的夫人 社长 您就别说了 这是凉那事嘛玄玄 你这文学创作 那讲究的是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嘛 一山不龙二虎 除非一沟一亩 有苏简安在 哪有我的出头之日啊 你 你真的要走啊 你就不念咱们多年的情分了 合同在这儿等您签字 违约金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 明天我就让人来取 玄玄啊 玄玄啊 玄 怎么了 你现在写得怎么样了 还要几天呢 我想一次性地把这个新的小说更新完 然后做一个爆炸的效果 我觉得是个好想法啊 到时候再配合文学网的全站推广 楼宇 汽车 地面广告 做一套整合营销 效果肯定更好 薄言 我想用好的内容去吸引读者 如果读者们喜欢的话 自然会口口相传啊 而不用去打广告或者是买流量 我也想看看读者们真实的反馈 读者的真实反馈 对啊 想看看哪里写得不够好 然后再努力地改进 那我之前给你想的桥段够发糖吗 读者们会不会觉得太老套 太重复了 那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啊 累了的话不如早点休息 喂 你干嘛 我还没有写完呢 明早我们一起来找灵感吧 哎呀 继续 你们都在啊 恭喜解安 恭喜 恭喜 社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陆太太 你看你 也不多休息两天 你就这么着急 更新小说啊 你跟你先生简直一模一样 那太敬业了也 社长 您还是叫我简安好了 这样听上去比较舒服 好好好 简安 简安 简安姐 你的小说一更新 就冲到女平榜第一 你真厉害 下面我正式宣布 苏简安 正式进行为 咱们文学网的白金大神 谢谢社长 谢谢大家 简安老师 我记得出版小说 是你一直以来的目标吧 对啊 按公司的标准 我们可以开始预定小说了 只要两周内 那预定量超过十万册 您就可以正式出版 您的实体小说了 要十万册的预定啊 简安老师您多虑了 你的小说点击量 那现在都快破亿了 那十万册对你来说 三不三不随呀 抱总 这苏简安那文笔 他居然还好意思出版小说啊 就是啊 凭什么呀 他跟你没法比 玄月 你在我心中 你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 这个 严情女王 真的 高总 可得帮帮我 可得帮我 好了 玄月呢 有什么事 我能帮你 静我说 按陶然文学网的出版标准 是十万册预定 我要和苏简安同时预设 想出书 没那么容易 简安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小说宣传的事情 你该不会是在担心 陈玄瑄那边吧 这倒不是 我看了她的作品 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不过 我在想 第一本小说 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 比如我们一块设计 这本小说的封面 这样 就是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了 对 那我去准备一下啊 自己设计 确实比请人设计有意义多啊 自己设计 自己设计 确实比请人设计有意义多啊 嗯 嗯 嗯 真实的 我们 在悄悄上演 小说里甜蜜情结 嗯 嗯 嗯 我的脸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点洗了我的胶件 亲吻鲜花和诗言 月亮星星照样 只想陪你一起看 胸口给的心爱 拥抱给的晚安 我宣布 陆绍的暖婚星期 正式开始预售 我们今天将 全网监控预售情况 请看大屏幕 明星期训练的暖婚 来 来 来 明星期训练的暖婚 来 来 来 一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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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童年 封面是我和简安一起设计的 那两位可以给我们现场演绎一下 封面的动作设计吗 杜伯颜果然亲自为娇妻助阵 接受采访时更是秃洒狗粮甜到爆炸 虽然王爷使出浑身解数 但这预定量好像完全无法与 拥有良好涂折口味的陆少相比 现在陆少突破了五万大关 将陈神将远远传战 厉害啊 简安 不用谢我 依简安现在的水平和读者口碑 陈璇璇肯定比不上 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 最晚 后天肯定能突破十万册 但我得提前恭喜简安老师了啊 咱们也开始提前准备实体书的印制吧 各位别急 我们还有大招 这些消息 苏氏利人全国各大文件展开了预定陆少的暖婚星期 将内衣五折的大促销活动 这是要破文学网记录的写奏啊 这是苏氏利人亲自为小说制定的魂榜销售活动 接下来有请苏总 是永久 自然不能云计 就是在马尔距宾的时候 现在我们能是称给神尾竞纳尼厂舞我们的支持 为何做的上证 因为他就把他超廉于 越来越来越来越多的 Но在马尔距宾里 是原本而且是 我觉得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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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总 你再给我追加宣传费 玄玄 现在的情况你也很清楚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姐 你回来了 月月 苏简安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没 听说苏简安要出版小说了 还和另一个作者的打什么擂台 陆总还亲自和他一起 画了小说封面 小说封面 所有人都有光明而自由的未来 我可以出来证明 简安是清白的 我当时是在跟康总对戏啊 而且从这个角度看 我觉得应该是喊若曦偷拍的 现在的舆论 对简安的形象十分的不利 你们看 退订的人数还在增加 是吗 距离出版的目标越来越远 闭上你的乌鸦嘴 其实我可以发表一篇声明去澄清的 只是现在这个时候 发表一份单方面声明 意义不大呀 而且水会被越搅越混 韩若曦这个信息表气死我了 而且啊简安 现在我觉得已经不是够不够出版 预定浪的问题了 那 陆总那边 会不会有什么估计啊 那我去找一趟伯爷 康总 康总 苏老师 怎么了 未来 所有人都有光明而自由的未来 陆总 已经在联系媒体删出视频了 但嫂子小说的口碑却很难控制了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 澄清的意义不大 您的意思是 想联系康瑞诚 以现在的情况 必须要三方共同澄清 才能减轻负面舆论 减缓推定 薄言 你没误会什么吧 是有点不高兴 是有点不高兴 当时的情况是 是 我的智商还没下线 这很明显是你们在对剧版的时候被偷拍的 我在想 应该是韩若曦做的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简安 不用担心 事情最后办法解决的 是 康总 苏老师 陆总 你是为简安的事情来的吧 嗯 康总 这件事情是因你而起的 我觉得 你理应承担起所有责任 的确 这件事发生在我的剧组里 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过来 向陆总 还有苏老师道歉 所以 你要怎么处理呢 我建议 我们三个人共同出面澄清 才能将流言蜚语制止 以证识听 谢谢你啊 康总 不用谢 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 那拍视频的人 你想怎么处置呢 如果 二位能够相信我的话 并愿意给韩若曦 一个改过的机会 我愿意单独跟韩小姐 交代此事 若有再犯 我锐金集团 也容不得品行不良的一人 那就封杀吧 既然我太太不想追究这件事 是 那这事就算了 那么 明天公司见吧 谢谢 陆总 苏老师 明天见 明天见 康总 您对网络上出现这样的视频 做何解释 明天见 我还不想看 这么多的事情 我要做的事 不是 我还是能够 为我做的事 你不想看 我还不想看 我可能想看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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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各位如实报道 我还有问题 苏小姐 您身为陆总的妻子 明知道两家是竞争关系 为什么还要去康总的剧组呢 首先 我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其次 我跟康总 在一些理念上 非常的契合 很多问题 都能够一拍即合 所以我们的合作 非常的愉快 那照您这么说 您和康总 是属于灵魂伴侣的关系了 那陆总呢 康总 您明知道苏小姐 是陆总的妻子 还深夜与她对戏 惹人非议 您难道不知道 有个词叫做避险吗 陆总 苏小姐去康总剧组 孤男寡女深夜对戏 我去 您又做何感想 我是小宗大 请问你哪家的 对此 对此 你可不可以